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爆发金融冲突之后 本地有人号召抵制麦当劳和星巴克 如今就连电造车服务起家的Grab平台 也成为了抵制名单的企业 有关公司曾经绝不支持暴力 捍卫人权立场 今晚网友质疑Grab高层的亲属 在社媒上发表 疑似支持以色列的旧铁文 遭人截图广传 不过Grab解释当事人的言论遭人断章取义 有关公司指出 他们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暴力 而作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的一份子 他们遵守原则尊重人权 并祈求和平停止战争